那怎么样才能信净土法门呢 前面的寄送盘道多生多结以来 如果他有清净的戒得持戒的功德 大家知道佛法非常重视持戒 持戒就像大地能生长一切树木花卉 生长一切善法 这是一个要件 再就是曾经跟阿弥陀佛结过法源 有这两个重要的条件 今生遇到净土法门 才能产生信心 才能有谦卑恭敬 移交奉行的行为 如果这样去修行 就能得弥陀的愿力光明加倍 得到踊跃大欢喜的法义 好 从这个寄送向下来看 还有一种不能相信净土法门的人 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提出四种类型的人叫慢必谢代 那注意 这四种人的特点也是从他的速适的个因来 还不是指现生的这种特点 从前面这个机顺着来看 好 那我们看 不信净土法门的人有这四种特点速适的因 我们如何避免 第一 看交 交就是我们平时讲这个人很骄傲 骄傲呢 就是常常对自己的一点长处优点 他非常高看 非常执着 这个特点 这样他就障碍了不交 所以一般讲 骄傲是生长一切燃法的根源 它是以贪爱作为体性的 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谈到 交就会遭到损害 千才得益 那么骄傲的人 肯定他也没有智慧 要知道他一点长处 包括他的富贵才华顺境 也必然会衰败的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这个骄傲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之一 在白法民门讲二十种随烦恼 骄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对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来说 一定要避免这个骄这个烦恼 第二 来看慢 慢也是依据自己某点某种长处 对其他的人就生起了这种高慢之心 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们都不如我 这种傲慢呢 这种慢就障碍了不慢 他就能生起种种的苦 如果有这个我慢 常常对他人有道德的人以及对圣人的真正道德 他心都不能牵下 所以你看有这个慢的人 他很难相信净土法门 有骄傲的人 他也很难相信 他认为自己了不起 我靠自己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靠一个他力 他觉得没有必要 我自己足够了 那第三种就是必 必就是必 必就是说他的行为跟道德 法性理性相违背 一看就是毫无道理的事情 这个毕业的后面就是不信因果 没有持戒意识 第四种就是懈怠 懈怠就是 无论是做善事还是做恶事 他做一做就中断了 就我们讲的懒惰 很懒 什么都不想动 正好跟精进相反 他一懈怠就放异吗 心就是散的 这样他就会生起烦恼的心 增上这个染液 这是懈怠的一个本来含义 懈怠有时候还指他心不用在证悟上面 对那些不正的事情 他反而精进努力 这也叫懈怠 由于他对不正确的东西去积极勇猛地做 显然他的善法就会退失 这个懈怠 也是末法众生很特出的一个特点 讲这个小三灾到来的预兆 有两个预兆 第一是他美味 就是好吃 第二就是懈怠 懒做 我们说一个人好吃懒做 他一定是没有出息 如果全体的人都好吃懒做 小三灾就要到来 你看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比较好吃啊 美味佳阳 饭馆伶俐 恰好大家都因为生存压力没有办法 去上班 如果有点偷懒的机会 那都是什么都不想干 好 这样的高慢骄傲我慢毕业 懈怠的众生 就很难相信这个净土法门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了 那么多生多节以来 曾经见诸佛这个建诸佛 有的是碰到佛是见到了 有的是在佛的遗教的时候遇到了佛经 也可以说间接的见 这就种下了净土的善根 他才能够好乐的听闻这样净土的教法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你相信净土法门和不相信净土法门 都是有素适的原因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